邀您在家用饮料瓶种植小香葱 准备适量的葱头 用剪刀把头部削掉一些 底下的老根也剪掉 剪好后 把葱头放在水里浸泡2-3个小时左右 这样有利于发芽 接着我们来处理一下饮料瓶 用小刀在瓶身上开个口子 再用剪刀剪出一个长方形的种植圈 同样的方法进行操作 喜欢吃小香葱的可以多重点 然后找来两块木板 将处理好的饮料瓶用电钻固定在木板上 饮料瓶底部用电烙铁戳上些小洞 防止积水 统一固定在木板上就好管理 移动也比较方便 将做好的容器移动到阳光比较好的地方 然后往饮料瓶内填入疏通透气的营养土 再把泡发好的香葱头种植到容器内 栽种时 注意不能深埋 葱头的破土能力不强 只需将葱头的四分之三埋入土壤中 并将周围的土壤压实即可 种好后浇透水 种植期间保持土壤微湿状态即可 30天后 小香葱就可以剪下来吃了 喜欢家庭种植的朋友 一定要种上一些小香葱 想吃的时候随时摘 非常方便 而且它的种植方法也非常简单 小香葱既耐寒冷 也耐高温 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 但比较喜欢温暖一点的环境 最适宜生长的温度是15到30度左右 对土壤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 肥沃的土壤长得会更好 以上就是关于小香葱的种植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